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观看希望看新闻节目 我是亭芳 今天是北美时间10月7号星期三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39国大使联合国旗发声 谴责中共严重侵犯新疆 西藏 香港人权 广东2500多吨毒米曝光 凸显中国粮食危机 蔡霞认为习近平有公谈野心 但恐怕引发兵变 10月6号 德国大使霍斯根在联合国大会进行一般性辩论时 代表39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霍斯根在声明中指出 国际社会都在关注北京严重侵犯新疆和西藏的人权问题 目前已经知道新疆有大约100万的维吾尔人 被拘押在所谓的职业技能培训教育中心的再教育营 并进行强迫劳动和强迫性节育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霍斯根在会后对媒体讲话时呼吁 北京应该关闭聚押营 声明也对香港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表达关切 指这个法中许多规定并不符合中国的国际法律义务 但却允许将某些案件移交给中国起诉 因此呼吁北京当局需要保障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权利 维护香港的自治、权利、自由及尊重香港司法独立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乔纳森·艾伦也表示 中共必须同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提出的访问新疆的长期请求 以究竟了解维吾尔人的情况 艾伦同时谴责中共在香港实施了有争议的港版国安法 他认为这个法侵犯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直接威胁到权利和自由 人权观察的联合国事务主任路易斯·夏邦努也发表声明表示 中共残酷对待维吾尔人、新疆和西藏人民 以及许多为使自己的人权得到尊重而斗争的普通中国人 39国声明是对中共的尖锐斥责 他们任意高涨地愤开表明 建立一个监督和报告中国各地运营严峻的人权状况的 联合国国际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39个国家有阿尔巴尼亚、澳洲、奥地利、比利时、瑞典、英国、美国和德国等等 中国大陆各地的国家级粮库近期频频出市 最近有传出有不易食用的稻米从湖南流入广东 出市的东城国家粮食储备中转库 位于广东扬江市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发布消息 2017年到2018年间 有米商先后向中转库运转了上万吨的稻米 但其后揭发 当中有2500多吨是重金属隔超标的有问题稻谷 法院裁定 四名涉案米商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程 判刑一年到五年不等 家住在广东的异议人士王爱中认为 难辞其咎的不仅仅是米商 他说 如果是从国家粮仓或渠道流出来的 理应涉及到腐败 譬如因为官员的腐败 把一些不合格粮食混进正常的流动渠道 也有可能是官方监管机构失职 这也涉及到腐败 除了广东已多次发现 有外省重金属超标大米流入 今年4月 云南也曾销毁一批来自湖南的重金属超标大米 并且发现有接近100吨大米 已经制成米线流向市场 有网民爆料 今年7月有国家级粮库粮食造假 面上是粮食 下面全部是沙子 有官员更怀疑因为东窗事发而自杀 而据说上海 河南 贵州 先后有大型粮库发生火灾 经济评论员金山说 如果在粮食供需方面出现危机和压力的话 对粮食质量的要求会进一步降低 这是必然的 当下的以营养类的肉类 蛋类 奶类为主 会慢慢降到以普通蔬菜 普通粮食为主 慢慢的蔬菜类也会慢慢压缩 把粮食作为消费主体 最后到最严重时会以粮食吃饱为主 所以消费会不断降级 中国在受到西方各国围堵下 粮食能否自给自足备受关注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前发出指示 未来要立法和加强监管 减少浪费粮食 有分析认为 中国有两到三成的粮食依赖进口 构成不确定性 今年受水灾等自然灾害影响 西南部以及湖北等地区粮食收成 估计减产一成半 粮食产后储运不善也备受关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曾估计 全国每年在储存 运输 加工等过程里 损失的粮食达到700亿元以上 损失接近中国产粮区之一 吉林省的全年粮食产量 金山说 供应紧缺的情况下 粮食里面掺杂什么东西 这属于造假的层面 如果加上法制不到位 道德堕落 假东西将来会流入流通市场 最近中共前党校教授蔡霞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说 行有大一统的概念 她觉得哪怕是武统台湾 也要做成这样 那她就成了一个国家统一的 一个现代帝王 不过蔡霞表示 如果要武攻台湾 这种武力和南海热点 她会倒过头来 引发军队内部发生政变 这个是有可能的 9月29号 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 在纽约智库门石研究所刊文说 中共军队仍在为战争做好准备 不断对台挑衅 9月份还冒着发生冲突的威胁 向台湾派出大量的军机 增加与台湾军机相遇的机会 北京为何选在此时 与习近平的危机有关 文章说 习上台至今手握空前权力 经济问题却成为绊脚石 疫情蔓延 还连带着有环境恶化 人口下降等诸多问题 同时中国正在逐渐在全球失去支持 中共面对这些危险情况 唯一失出有名的是民族主义 这也意味着战获 从习近平的立场来看 现在有危机能化为动机 特别是如果习认为 美国总统川普在寻求连任之际 不会回应 此时这场危机看起来会覆盖台湾 德国之声9月30日专访台湾前海军舰长吕礼师 他说 今年到明年不会发生 因为中共军方还没有准备好 至少五年 中国的第三艘航母以及两栖攻击舰才会准备好 五年之后也未必可以 要看他当时的训练状况 同天 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 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也说 中共根本打不了台湾 就是习近平一个人在那里走夜路 吹口哨 自己给自己壮胆 其实没人相信他 全国这么多年都是独生子女 谁愿意为他打仗 家里人谁愿意把孩子送死去啊 海内外专家也普遍认为 中共如果武力攻打台湾 美国不可能袖手旁观 最终结果是 中共不会付出巨大代价 甚至导致政权跨台 中共国防大学军事教授黄斌 今年5月被大陆媒体邀请 讨论中美之间的军事问题时 也不得不承认 中美两国军事实力差距太大 他要求中共媒体 不要天天给年轻人打鸡血 没有任何好处 他说 中共海军的硬实力 想要超越美国海军 时间点上要到100年200年以后 您现在观看的是 希望看新闻节目 我是庭芳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点击小铃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时间再见